说到造修能力最强的人赵本山绝对是榜上有名 他的赵家班这些年就走出了许多聪明的明星 进步的还有属宋小宝和小沈阳 小沈阳原名沈赫 1981年5月7日参与辽宁省提领市 25岁时搬在赵本山的门下 28岁时和师傅赵本山一种在2009年的村外上 设演小品不差钱 从此一胖而红 爆红后的小沈阳演出不断 最火的那年全国群演有133场 平均每场票房高达200万 一年下来最方便的保底收入就有良益6000万票房 再加上踏足电视剧电影在演等 一年小沈阳挣了三个亿 不过大部分都是被师傅赵本山拿走 小沈阳只拿了一小部分 虽然当时的小沈阳很火 但因为他的表演形式太单一 导致观众最大产生提倦感 很快乐的人气下跌 后来小沈阳选择单飞 使得赵本山很不开心 单飞后的小沈阳事业再也没什么起色 人气下跌 直到现在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 欢迎在影评上看到他